在劇中裡面,我們Kamela的忍耐他使用的必殺技 真的是有什麼火盾、水盾、風盾都有搭載 這是讓我非常驚豔的地方 我當年沒有認真玩這個,真是一大損失好不好 No, what's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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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們的2022年對不對 你們還記不記得在三年前的時候呢 有一位2022年的騎士有出現過好不好 來個位,就是我們的Kamela的忍耐 我要先說一點,我超級無極喜歡這個騎士好不好 雖然他的故事就是我們平常可以看到那種比較偏向於童話故事那種設計 但是呢,我就是喜歡 Kamela的載體也很適合這種故事啦 所以呢,當年剛出時,比起看完全不知道演什麼東西的獅王 不如看我們的忍耐還比較爽好不好 3級吊打50級,開玩笑啦 所以呢,這個騎士在當年推出可是非常非常有人氣的 而且我個人覺得絕大多數人會買那個組合吧 應該都是為了忍耐,我就是好嗎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2022年的一個Kamela 因為我覺得我當年開的蠻糟糕的,我也不知道會開什麼東西 所以呢,今年的話會幫大家徹底的講解一下 OK吧 然後呢,因為由於這個本身疊價已經疊成狗了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收回來一條也是不虧好不好 等於說買忍耐然後附帶四個騎士,自由讓你遊玩 這邊我給他多補充一點喔 他裡面搭載的東西啊 基本上已經把劇中裡面所有東西都搭載好不好 這個完全沒有不買的理由啊 OK,我們把這個點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來看他這個套件的部分 來各位在這邊跟大家講一點 就是說,喜努比在變身之前的時候他會先拿出個葫蘆 然後呢,這個葫蘆的話就會跑出這個東西好不好 這個道具啊,基本上就是類似像是石王的錶頭的概念 但他不是錶頭,他是手裡劍鑰匙啊 因為畢竟他是忍者嘛 所以用手裡劍做個設計,我覺得非常棒好不好 而且重點這個手機好帥 我覺得他在變身時那個轉動很讚好不好 而且變身完之後還擺出個叉叉啊 這個素材其實拿到現在來講,我覺得他塗裝意外的不錯喔 我們稍微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他基本上在手裡劍這部分啊,基本上是採用一個珠光器的塗裝去模擬出那種金屬感啊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反光啊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他上面滿滿亮亮的啊 哇,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嗎 沒想到這個竟然是完全塗裝誒 但是我覺得蠻合理,畢竟他是屬於魂線系列的商品啊 他除了銀色上面有塗裝之外啊 其實他這紫色部分也是有塗裝的 所以基本上這整個沒有一個地方是塑膠成銀色誒 整個反光之後看起來超級漂亮的啊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設定,其實科技感蠻重的 所以他這個整個手裡劍啊 基本上有加一些紋理啊 讓他整個科技感重一點啊 不會像那種古早味那種比較古老的那種忍者 然後呢這個話是可以 轉的 哇,真的超喜歡這個轉你知道嗎 然後在側邊這邊 側邊這邊的話一樣是給你一個金屬塗裝啦 其實成績真的很足 以一個魂線套線來講我覺得他是ok 等於說就是完全重塗啦 你拿到手之後呢,就不用再重塗了好不好 背部分當然不會有塗裝啊 因為畢竟我們只看正面而已啊 然後跟他講他觸發原理哦 有沒有,他在轉動時啊 他的卡著會一直跳啊 然後呢只要一直跳就會觸發 然後另外一個點的話 基本上是觸發我們的形態啊 ok再來換我們這個驅動器的部分啊 基本上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GQ Drive 就是時空驅動器啊 啊但是呢,我要先說 這個驅動器基本上是採用一個 全鐵灰色的一個配色啊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搶了 這個的一個風頭啊 我個人覺得多虧它是鐵灰色啊 所以它基本上不用上漆 看起來其實也蠻漂亮好不好 你要也是可以啊 可以把它上個燭光起來 讓它看起來整個亮一點 金屬感更重啊 但是光整個塑膠塵色啊 我覺得看起來已經非常非常不錯好不好 基本上這次跟我們時空驅動器 是完全沒有任何差異的啊 然後那5X大一點好奇的點啊 這個可不可以讓它轉 欸,不用想好不好 不行 然後這邊這個卡的算長一樣 但是它上面這個點是不能按的 再加上卡紙這邊是完全堵住的啊 不用想好不好 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都是沒有辦法插進去的 比較可惜一點啦 然後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開機一下 它開機的聲音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時空驅動器開機的聲音啊 就完全一樣版本 好,我們把那個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使用這兩個道具 來進行一個 NINJA変身 NINJA変身 欸各位,這樣子我們卡麵來的 SINOBI就變身完畢好不好 因為我要先說 他們這個是使用大套件去做更改嘛 我個人覺得ZERO ONE的靈感來源 有可能是取之於這裡好不好 改變它模板這邊 然後只要套到中間之後呢 會有一個耳目異性的感覺啊 嗯,不錯不錯不錯 哇,整個裝置看起來超帥的啊 讚讚讚 先跟大家講一下啊 因為由於我的時光腰帶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我只能站接其他的腰帶做個使用好不好 而且這時候你們會發現一點啊 萬代對於腰帶的兼容性已經越做越好 所以呢就不然你們把隨便兩個腰帶 拿在一起,可能都可以兜在一起 然後呢我怕有些人沒有看過SINOBI 我先跟大家講外傳大概講什麼故事好不好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簡單啊 簡單就是講世界觀 然後再帶一個普通的那種日常小任務 然後講完之後呢就沒有了 然後呢那個故事簡單來講就是 發生在於2022年那個未來 然後呢未來因為資源匱乏嘛 所以呢他們只要靠神奇的忍術 協助大家的日常生活 所以忍術對於那個世界人來講 必須要學的東西好嗎 所以呢在那個世界當然會有一些忍術�定考 然後呢我們主角的妹妹 她為了要考進大公司 所以呢她去參加了忍術考試 但是呢中間因為太多人喜歡她 所以呢我們的應該說二期嘛 她在考試的時候陷害我的妹妹啊 想要故意讓我們妹妹把她進公司 讓她產生挫敗感 然後並且趁虛而入 第一個人是這樣 然後也被我們男子好發現 然後第二個人的話 是想要擊敗KAMELA的SHINOBI 去贏得妹妹的一個方心啊 因為妹妹的話 非常喜歡KAMELA的SHINOBI 但她不知道KAMELA的SHINOBI是她的哥哥 故事的話就讓我們哥哥KAMELA的SHINOBI 發現這些事件 並且依次解決下就結束好不好 非常簡單的故事 她最精彩的地方 絕對是在騙我的一個部分 因為被騙我的部分 他們都講說這個 裡面是有一些黑暗的忍術 然後並且還要出現大量類似那種 會忍者影級別的角色啊 各種不同的忍者好不好 所以呢我是非常期待 官方可以在2022年 幫大家做個補齊好不好 至少把皮套做出來嘛 你做個極件我也開心好不好 忍者系武士系 哇 我毫無抵抗能力啊 都好帥 OK她的故事真的就這麼簡短 然後呢我們把這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再變一次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她變還蠻帥的 她拆拔就直接拔這個就好 非常簡單 然後呢變成拔鼠時 會有一個解除變身的音效 她在變身時就會先跑出這個腰帶 然後在變身時 其實這一段音效應該是要在 她腰帶跑出來這個 還沒裝備之前就要先跑出來 但是呢 因為由於她本身設計的問題 所以呢她只能在裝備上去 才會跑出這個音效 這個時候呢 就會這樣子 哇 有沒有覺得這麼簡單 出發這樣滑過去 然後下開始旋轉 然後就變成Kameleida Shinobi啊 哇那個轉真的好讚 在劇中裡面 我們的Kameleida Shinobi 它使用的必殺技 真是有什麼火盾 水盾 風盾 一些什麼盾人 微微微影分身 非常非常多的人數啊 在這裡面 都有搭載 這是那種非常驚豔的地方 我當年也沒有認真玩這個 真是一大損失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補齊一下 我會幫每個人做個講解好嗎 這時候就會拿出我們的刀 然後並且開始瘋狂切裂對手啊 而且真的她的音效真的很豪華 我以為可能就會輕輕兩色 結果還加一大有的沒的 這個人法有點像是 將Shinobi自身的一個屬性 然後呢放大 然後變成一個紫色火焰 發射出去的一個技能啊 OK 這個話就是 Shinobi用的類似那種 封盾的一個忍術啊 可以用忍者刀 產生出龍捲空 然後並且將敵人 繳上天上去啊 有一點像是終結忍術的那種概念 雖然說出來是終結忍術啊 其實也只是 將體術大幅度的強化 這道的話 基本上也是依靠我們 將劍器藏在劍身上 進行強力劈砍的一個必殺技啊 而且我們現在玩家 現在應該大家有發現一個點 Shinobi的屬性比較偏向於近戰 好火球之術 好其實不是好火球啊 就是單純火盾噴火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呢 從這邊開始吧 就是比較偏向於正統的一個忍術啊 而非Shinobi的自身強化的人數啊 這個忍術算是我整個Shinobi裡面 最愛的一個忍術好不好 再來說話我們最後一個忍術 這個忍術算是本劇裡面 拯救我們Shinobi的一個忍術啊 忍術聲太光盾之術啊 忍術聲太光盾之術啊 簡單講就是說呢 因為有於這一代我覺得忍者很棒點就是說 他技能看出來是無中生有啊 就是什麼好火球那些都是無中生有啊 但是呢 這個雖然也是無中生有 但是他有使用到一些科學的原理好不好 這個忍術的產生就是 把自己冰凍 然後再用火焰去燒自己 藉由溫度差去產生電 藉此擬態出上位忍術光盾之術啊 所以呢簡單講他真的是使用到科學的原理 所以呢這也是為什麼我個人覺得 忍術聲太光盾亮眼的原因啊 這邊的話會將忍法再配合科學 然後兩者鬥在一起 去模擬出各種不同的忍術啊 科學忍拒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這樣看完之後呢 忍術聲的這個腰帶啊 將全部的忍術都收納在進去啊 唯一有個點就是分身之術沒有收納啊 但是分身之術我也覺得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畢竟有包含在其他忍術裡面啊 所以既然講這個地方該售的東西全部都給你好不好 一個都沒有少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腰帶好不好 當年沒有認真看 這是我的一個損失啊 所以呢今天就補給大家好好嗎 這個忍術比而買我覺得超值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KAMELAIDA忍術比好不好 啊我手上拿這個的話就是我們 我們沃茲用的一個忍術比的一個錶頭啊 基本上未來的錶頭都是給我們的沃茲使用啊 比較可惜沒有給我們難道的自己的使用 小遺憾小遺憾 但是也沒關係好不好 反正沃茲本身也夠帥啊 這個就讓我們已經開箱過了嘛 在我們沃茲總值一篇的時候 所以有興趣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這句話就只單講忍術比就好了好不好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KAMELAIDA忍術比 拜拜